8月下了最后通牒 美国现在逼南韩进入所谓的 晶片四方联盟 南韩很纠结 那我们台湾敢说no吗 这个通牒对于南韩下了 对我们台湾会不会 今年美国3月就提出了 这个台美日韩共主晶片四方联盟 这题事实上 过去它的大背景我们谈过 如果大家错过的话 可以到这个YT上 找出我们的这个影片 来继续观看一下 来补充一下你的背景值 那这个当然它的主要思考 是要牵制中国的半导体 中国大陆现在后来 局上半导体也很强 虽然在这个技术上呢 还没有达标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量上 已经不得了 但是你看看美方真是 老大的概念 我不是邀请你加入 我是怎样 来来来来 8月 8月告诉我你要不要加入 是这个概念有没有 8月底回复加入 那韩国能说 报告老大 我现在暂时不想 等我一下 可以这样子吗 不知道 韩国针对利弊 要冷静评估之后 再决定 有利也有弊 因为影响的范围 甚至上升到 整个国家的经济 为什么这么纠结呢 来在这里 第一个 他不想得罪美国 大家知道吗 怎么能够得罪美国呢 而且美国拥有 非常多半导体的 原创技术 但是他也不想 得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 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 左跟右 我都不想得罪 但是现在美国不行 要逼你要表态 就是yes or no 就是这样 要不要 怎么办呢 7月19号 我们看到 美国财长叶伦 已经到南韩 去拜会 新总统尹锡悦 在这里他讲到了 很多很多的内容 就包括了 这个晶片的问题 有没有 他说美国太依赖 台湾的台积电了 哎呦 又cue到我们 所以南韩拥有大量 生产先进制成的 晶片的能力 显得特别重要 这段谈话介大使 我们台湾听起来 可能不太是滋味吧 基本上他就已经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对台湾比较不抱希望 我想美国进一步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 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跟台湾的 台积电的晶片供应列 尽量的疏远 因为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把台积电的生产的能量 一部分移出台湾 那么台积电事实上 他依赖台积电 这个并不是问题 而是台积电大部分的生产 都在台湾制造 这是美国比较在乎的 因为他怕什么 他怕今天有朝一日 台湾或者说两岸发生战争 台积电的供货 供不上来 我们地缘政治的风险太大了 这就是美国这几年的思考 一直要把它转出去 转出去 要不然就是说 这个台湾 如果两岸战争以后 大陆获胜的话 这个台积电落到大陆手里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他的意思 这个叶伦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倚重韩国 因为你韩国基本上跟大陆的关系 跟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还是不同的 所以美国我觉得 他不管他政府的政策 或者他的补助 甚至他在政治上 他会比较去怎么样 对韩国的晶片制造业 给予更多的协助 那么相对的 对台积电就有一点点 不在那么的倚重的之下情况 甚至希望他不要对台积电 做出负面的出手 对 介大使给大家讲了一个大背景 但是现在难题来了嘛 美国要你yes or no 二选一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看网友怎么说 完了完了 美国爸爸要扶植韩国了 GG了要被美国打压了吗 美国扶植韩国半导体 打我们才是最大的威胁吧 那辽宁大学的一位这个老师 他说从拜登访韩到叶伦访韩 美国一直在施压韩国 在美国的胁迫之下 他认为韩国顺应 美国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们再回到这个晶片四方联盟 事实上呢四个国家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台湾不用讲 大家很熟悉 日本现在企图性也很大 日本跟美国要合作2奈米 那南韩的3奈米 今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量产了 那这个四方联盟呢 怎么个联盟法 要联盟起来干嘛 联盟之后我们会有什么好处 这个部分细节都没有出炉 就是一个其实蛮空的四方联盟 其实它就是一个 晶片北约的概念是不是 介大使 就是个晶片北约 它目的在于这个 唯一清楚的叫做抗衡中国大陆 叫做牵制中国大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请问加入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南韩你觉得抵抗得住吗 我们台湾要不要抵抗 抵抗得了吗 即使我们的抵抗 台湾的抵抗还比韩国的抵抗容易 因为韩国有两家大厂 一个三星 一个海力士 这两个厂海力士 它2022在中国大陆 这个无锡的厂 它的月产要变成10万片 它最近才把它在韩国的一个厂 把它拆了 迁到这个江苏南通去 2022就是现在要准备大量的量产 8寸的晶圆片 那么每个月10万片 那那个这个三星的西安厂 听说投资是40亿美金下去 那这些规模都非常的大 那我们台湾事实上 在大陆的投的厂的话 我们都有啊 我们台积舰南京上海有厂 我们历经在合肥有厂 我们连电在苏州有厂 那这些东西的话 可是比起来不会比韩国来得多 可是问题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这些晶片的制造国或制造厂 你不卖中国大陆的话 那你要卖给谁 是啊 然后你想想看 都已经在中国大陆设厂 那你现在加入这个美国为首的四方联盟 要来抗衡中国大陆 那这个难题其实不只是韩国无法作答 我们台湾大概也很难作答嘛 美国现在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晶片法案通过以后 对对对 晶片补助法案嘛 我先给大家看 晶片补助法案通过程序投票 禁止什么呢 禁止那些得到美国补助的厂商 赴大陆投资成熟制成 注意哦 是禁止哦 完全禁止不可以 只要拿美国钱就不可以去 而且你既有的厂 你十年不能更新设备 天啊 那你这个十年未来 前两天我看我们台湾经济报纸上写说 我们国内有些厂非常高兴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等于宣告了南韩的三星也好 这个海力士也好 在大陆的厂 他们就停在 它那个设备基础就停在那个地方 它慢慢他们的产能 跟他的那个产品的质量 基本上就会被赶越 因为这一种晶片的 它是高度的 大量的硬体投资的 你没有足够的硬体投资的话 你马上你就被新一代产品超越了 所以台湾有一些厂商蛮高兴的 等于说韩国的厂就停在那个 时空胶囊里面就不能动了 你就不能动了 你要升级 你要另外再投资再去盖 对不对 而且盖在别的地方 大陆别的地方 你不能在大陆再增资 而且它这个 不只是你拿自己的钱货 谁的钱你都不能拿 你那个厂你就不能够再加码投资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有难处没有错 对韩国来讲更难 韩国是 中国大陆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都不准 你都把它限制住 你将来生产晶片 谁买啊 中国大陆是一个快速成长 而且最大的这个消费 晶片消费市场之一 那而且你这些 这些说实话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做到14奈米的量产 已经大概已经出来了 你现在台积电事实上 所谓的高端 大概是5奈米 2奈米3奈米 大陆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量产 7奈米听说是可以 可是没有量产 所以问题就变成说 你没有供货以后 中国大陆现在全力 专攻这些高端晶片 那如果3年5年出来以后 那中国整个大陆就完全 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厂 这又是美国最害怕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